巴西新冠疫情严峻 最大城市圣保罗的医疗体系近乎崩溃 其用才一个月的医院床位 如今已经达到百分百的使用率 为了遏制疫情 当地政府昨天颁布至少两个星期的封锁措施 更用战争形容这波疫情 欲请人民务必遵守防疫指南 巴西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没有因为疫苗面试而力肝剑影下降 反而还出现惊人增长 促使疫情红区的圣保罗 昨天颁布至少两个星期的封锁措施 路上一片冷清 圣保罗当局更将这一波疫情 比作一场战争 希望民众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内 齐心抗疫遵守防疫措施 面对节节攀升的病例 当地的医疗体系也开始出现不胜负荷的情况 处于崩溃边缘 一所启用才一个月的野战医院 病床使用率已经达到百分百 无法再接收更多病患 防疫和经济难以兼得 两个星期的封锁措施 无疑再给当地的经济一记重拳 尽管部分业者选择线上交易 但还是无法解决蓝领阶级的担忧 虽然圣保罗的街道上 都是拉下闸门的商店 不过路上还是车来车往 几乎和封锁之前没有什么区别